大家好,我是Stan 在昨天播放的KBS音乐节目Music Bank中 新人女团Listrapi赢过一牛偶拿下了一位 创下了女团最快拿下第三波音乐节目一位的记录 但是这个一位马上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有关注韩国音乐节目的人应该知道 其实在这之前也有过因为不满音乐节目的积分方式而引发的争议 但是这次却是登上了演艺新闻的热搜一位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昨天Music Bank的一位后不是 有着妈妈们的BTS支撑的一牛五与新人女团Listrapi赢过一位 而因为一牛五就在前一天的M Countdown 以压倒性的分数差赢了鸟数赛 所以大部分的网友们都认为 一牛五当然也会在Nigibank拿下一位 但是最终分数是7035分对7881分 Listrapi赢过一位 而影响得分最多的部分是 庞聪会输分数 也就是出演KBS电台节目次数的分数 一牛五是零分 Listrapi是5348分 因为一牛五在5月1号发表新曲后 不到三天专辑销售量就突破了100万张 目前已超过了120多万张 创下了Solo歌手的新记录 而这期间Listrapi也创下了 女团首周专辑销售量的记录 但是是30万张左右 跟一牛五有很大的差距 然后不只是专辑 一牛五的主打歌Tashimana Suitsuka 也是持续维持一味的 创下了非常耀眼的成绩 目前有非常多的网友们 都到Music Bank的观众留言板 KBS观众全影中心留言 要求公开详细的计分方式 不是 一牛五专辑首周100万张 姻缘也在排队 竟然输了 之前因为彭聪会所被骂的男团们 最起码他们的专辑销售量有赢对方 如果只用彭聪会所就能拿一位的话 只要有钱的搜索公司跟电台关系好 不就可以拿下一位了 这是在供应电台KBS不可以发生的事情 因为这个争议 Listrapi也会被舆论攻击 为了避免这样 Music Bank也要拿出明确的解释 我不是一牛五粉丝 但是也觉得很傻眼 姻缘专辑成绩也相差那么多 这像话吗 KBS有播一牛五的MB 我妈妈现在很生气 为什么不是一牛五语 Sai是一位候补 Sai的YouTube是2022年发表的MV当中 最快创下一亿观看次数的记录 也进入了Broad的Hotback排行 在所有音乐网站排行一二位 竟然不是一位候补 如果只因为出演综艺等节目 就能在音乐节目拿下一位的话 就直接改名叫综艺bank吧 这不是在无视歌手与粉丝们 我现在不是在算Listrapi 只是觉得Music Bank的积分方式很有问题 但是也是有这样的留言 Music Bank积分方式对每一位歌手都是一样的 所以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在海外的大家可能无法正确地感受到 一牛五在韩国的人气 但是在韩国真的是国民歌手 所以这次才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 对于今天这个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非常充粉的Stakey级Pelix 一般idol们给我们的印象就是 华丽的颜值跟毫无瞎刺的皮肤 但是最近的粉丝们更是喜欢较有特色的外表 所以脸上有雀斑的Stakey级成员Pelix 最近也常常露出雀斑的样子进行拍摄 但是Pelix一开始也是跟其他人一样 对雀斑不是很有自信 但是即便这样 在粉丝签名会遇到的粉丝突然说想要看雀斑的时候 Pelix马上就用手擦掉后笑问 看得到吗 什么呀 有雀斑的样子看起来更有个性更漂亮 长得像妖精 所以连雀斑也很相配 不太认识他 但是觉得好可爱 为了粉丝抹掉化妆的样子 太可爱了 化妆的人应该都知道 这将直接卸妆有多困难 真的好充粉 不过大家知道吗 有雀斑的男人真的非常有魅力 非常 我就是不要你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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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